剛剛林鄭月娥說的回應 全部都是跟過去一樣 都是說這個漏洞是必然要堵塞 她是兩個初心 一個是想幫台灣殺人案解決這個問題 第二個是想解決這個漏洞 其實過去一個月 由諮詢期到今天 無論是法律界、專業團體、民陣 或者立法會議員 大家都說得很清楚 這個並非漏洞 如果你要解決台灣殺人案 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做 而且可以很快 但是到今天 林鄭月娥見記者 她依然走出來說要堵塞這個漏洞 繼續轉移視線 去做她想做的事 問震認為 林鄭月娥的回應是沒有辦法 回應到 昨天上街的13萬人的聲音 訴求和擔憂 民陣認為 民陣認為 林鄭月娥政府 李家超 是必須要回應 是必須要回應 內地是否沒有公平的審訊 這個到今天 林鄭月娥都不肯回應 如果林鄭月娥政府 是不肯撤回的話 我們會繼續進行幕後的工作 我們會做升級的行動 當兩次的遊行 林鄭月娥政府依然不理 人數越來越多 她都說人數是不重要 我們香港市民 我們是必無選擇 我希望林鄭月娥政府 香港市民明白 為什麼民陣說會發起 包圍立法會的行動 原因很簡單 因為到今天 林鄭月娥都說 要在七月休會前通過 我不明白為什麼一個個案 是要政府時限感逼到 逼立法會去通過 為什麼林鄭月娥政府 由上任到現在 都不明白立法會的重要性 既然她都無視立法會議員 無視香港市民 那只有一個選擇 就是發起更高的升級行動 去回應林鄭月娥的強硬 和強推修例 我希望林鄭月娥政府 可以在盡快的時間 和立法會議員會面 在盡快的方法 去和民間 去溝通 這件事我們不認為 逼到要七月休會前通過 我們都不認同 這個是漏洞 如果 林鄭月娥 是真的不撤回的話 民陣都別無選擇 會很快地公佈 我們包圍立法會的行動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